我不適合對他任何問題提出評論 因為我跟他競選過 而且我輸 那如果我說他笨 我更笨 正直其樂 祝福他 江湖險惡 那中國也 路途難走 請大家保重 謝謝 我們最早邦交有一百二十幾個 我記得 經過政權倫敵 現在搞不清楚 誰要負最大責任 就是世界大事 我已經勸他不要推薦 大法官的任務主要是解釋憲法 那我的政治主張 在兩岸是憲法各表 台灣未來解決問題 可能也要透過憲法 這是我的想法 所以才會起心動念 不是為了做賺錢 起心動念 那天有一位年輕朋友講的 你對賺錢者沒有信心 要找工作了 聽得蠻難過的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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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